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柴路门的学生 你没路来 没路进来的 你都那样了 你还杀了 不能杀了 在我们网上聊有一个菩萨 今天还在那躺着呢 他这人心眼特别好 儿子也在那边 他家 教会也在那边 你看这人可好了 为什么就是特别善良 对父母还孝顺 那么好的人怎么会得这果包呢 有很多人说我心眼可好 从来不害人 对谁都好 但是就是不明白因果报应 不明白因果 那就是迷信学术 就糊涂学术的 因为世俗世间不离因果二字吗 世间人 去世间人也离不开因果二字啊 善恶后福 出世间的念佛成佛 你不管修什么 修什么法文都离不开因果 所以你能不能杀了呢 你杀佛呀 我说的都害怕 这十几只老母亲都是佛 迷了智性愚痴的 被他激的 这被他激干嘛还债了呢 下蛋 或者是玩命 长得四几只鹰的 二三几只鹰的 就被撒了去还债去了 卖钱 他身体换钱去还债 于此 欠债 去还债了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迷了智性的佛 是让他继续去投台转世 还债去 还是让他成佛的 哎呀 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帮他成佛 你也不要给他带着痛苦 让他自然失望 不能高加伤害 用刀给他盖着脖子 然后他毛痛过 然后清蒸了 还是红烧了 烧鸡吗 还是小吃剁蘑菇了 他苦不苦啊 他都很苦了 做鸡就是很迷很深的 然后我们还要这么折磨他一次 一次一次折磨他 他会对我们这样啊 感恩你 是不是 吞死你 然后就开始报复你 就是互相抱怨 有一个觉悟的 就我们觉悟了 要爱护众生 护生 他们觉悟了 他们也不伤害我们 所以不能再撒了 这个世界最大的障碍 灾难就是杀身 你看国际战争 是不是伤害啊 导致国家都灭亡了 国民都森林涂炭了 这是现实的灾难啊 我们如果人的一生 杀身业重的话 会怎么样呢 你自己知道的 杀身的没有得几个 有几个得好报的 不可能有好报 意味着人家逃命啊 欠命的要好偿还啊 欠人家的要换债 这是丝毫不爽的 因果报应 这四季之鸡呢 你就给他报声的 受十愿的还是这样的 当你自己养着也行 就当你养着 这十几尊佛了嘛 你别把他看成记忆 你把他看成记忆啊 你就生气 天天吃不下蛋 然后你干嘛呀 你就生气 要养着十几只佛 否则十几尊佛呢 你生气不了 说佛看一切中都是佛 那其实佛嘛 其实百姓是什么 佛呀 他说见相就见性 见性不住相 性是一样的 你不能分别 说你会痛 他会不会痛啊 你会说话 他会不会叫啊 他会叫 他能起重的本体 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样的声音 你听不懂 你别吵我啊 你听不懂啊 我好可以给你报信 找人起来了 找人呢 他给你叫了 快起床嘛 公斤叫快起床嘛 别吵睡了 时候不早呢 听不懂啊 你还打公斤呢 我叫什么 当我睡掉 听不懂这种说话呀 他就打死了 吃肉 我们不知不觉照着一眼 然后就来收果包 等收果包的时候就晚了 你现在已经得脑出血了 你还在杀鸡 还要杀鸡吃肉 太可怕 因为你的果包已经都陷进来了 前来得脑出血的人 脑血酸的 特别多 哪来的果包啊 希望同学你能够读因果经 学习十三叶道经 明白三个整个果包 然后奔灭阿弥陀佛 或许你这个脑出血的病啊 还能够找出回国健康 那不然再啥呀 第二次出血 就没有地方躲了 脑出血还会抽的 我不是吓我你 你别害怕 因为你这个地方堵了吧 恢复了 那个血管里面有很多的沉淀物 它把其他血管还会堵的 堵完还会爆的 怎么办呢 被吃肉了 吃肉就会增加那个 血脂膏 血脂膏砸过多了 血管就堵了 现在就别吃了 清理你身体 血管有垃圾 非常多喝水 其实血管里面 进去垃圾的不好 我也排呀 一出汗水可以排不来 那脏路还能垃圾 那排不来呢 不好排的 听话便时间吃肉了 又玩命了 为了饱口服 又玩命了 难道就死得快呀 我听了吗 我听了吗 我听了没有人 不认识 我听了没有人 谢谢大家